今天的新闻焦点有 古镜作为低碳中心可吸引高达2000亿令吉的投资 需要工程师专业知识帮助沙拉月开发三大项目 沙拉月Risda施资2713万令吉来支持小型的橡胶园 UKAS在2025年推出新举措 以更积极进取和双向方式贴近人民 UKAS在2024年全年取得卓越成就 Salam Salwa Maju Makmur 欢迎收看11月25号星期一的UKAS华语新闻 你好我是尹莹 古镜推展为低碳中心可吸引高达2000亿令吉的投资 沙拉月总理纳杜巴定义丹斯里阿邦佐哈里博士表示 此次的启动将是沙拉月能源转型之旅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Building on the momentum of the Sarawak gas development Paping the way for sustainable industries Enhanced regional connectivity Positioning Kuching as a gateway to Borneo And develop world-class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TS infrastructure 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offshore gas development In Western Sarawak 他今天在沙拉月石油公司举办的 《沙拉月天然气路线图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这么说 他也补充这项投资的价值 还得到了新的深海港口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支持 By driv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growth And championing energy transition The Kuching Low Carbon Hub We'll position Sarawak As a leader in the low carbon energy economy This initiative is set to be a game changer For Sarawak Malaysia And the wider region 为了帮助沙拉月从明年到2030年的三个主要项目 需要各领域工程师的专业知识 沙拉月总理拿多巴丁伊丹斯里阿邦佐哈里博士 早前宣布 1000亿令吉注入涵盖三个战略的项目 也就是深海港口 新国际机场 以及电力 水和电信发展基础的设施 因此他解释 为了共同使该项目在这五年期间取得成功 工程领域专家的服务是非常有必要 甚至预计需要比这个时期更长的时间 有很多工程领域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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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也许多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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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随着有很多多远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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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magazine 他昨天晚上在古近婆罗州会展中心举行的 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 IEM沙拉月峰会 晚宴上发表讲话时这么说 沙总理也暗示 这个深海港口的建设将涉及建造一个岛屿 不过他没有进一步说明 与此同时建设本身的国际机场的举措 与沙拉月希望在下个月 敲定马航飞翼买卖协议时 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的愿望 不谋而合 总理也重申 由于该地区还未有制造这些飞机组件 因此需要飞机组件制造领域 具备工程专业知识 发展工程师协议 与此同时,他解释,自从联邦政府将沙拉越确定为向太空发射卫星的平台以来,航空航天领域的专业知识也必须获得重视。 作为初步措施,沙拉越政府通过ICAT大学成立航空航天工程学院,以培训沙拉越年轻一代在这个领域的发展。 沙拉越橡胶业小园组发展局RISDA,以赤资2713万令吉,用于实施六大主要橡胶小园者的发展。 乡区与区域发展部副部长兼三马拉罕区国会议员Natu-Lubia表示,政府致力于通过Jelita RISDA的项目,在2024年橡胶可持续发展运动GKKG和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下, 推动橡胶小型种植者的发展并付权女性。 Ekoran dari itu adalah menjadi fokus kepada Kementerian Kemajuan Desa dan Wilayah, melalui RISDA, bagi memastikan komuniti ini mendapat akses terbaik kepada program pembangunan yang telah diperuntukkan, agar ia disalurkan melalui program yang dirangkat. Setakat ini, RISDA dan Terawak telah membelanjakan sebanyak 27.13 juta bagi mensejahterakan dan memakmurkan pekebun kecil di negeri ini melalui 6 trust utama program pembangunan. Nantras tersebut adalah merangkumi pembangunan pekebun kecil, melalui penanaman semula, pembangunan hasil baru, pengeluaran hasil getah, termasuk hasil scrub dan latex, rawatan dan perjagaan penjaki, dan juga bantuan skim, musim tentu. 她是昨天在哥达撒马拉罕农民协会礼堂举行的橡胶商品可持续发展运动计划, 和2024年沙拉越橡胶叶小圆祖发展局Jelita RISDA闭目仪式上这么说。 Natur Lubia也补充, 与UCAM合作开展的Jelita RISDA计划, 为女性提供提高技术和职业技能的机会。 她也说,妇女参与职业教育可以支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积极的经济发展。 她希望哥达撒马拉罕的女性们利用这个机会来提升自己、家庭和社区的水平。 沙拉越公关单位UKAS致力于在明年开展更积极的工作方式, 以确保更有效的向民众们传递更有效的双向信息。 沙总理属副部长Natur Adlasaito表示, 明年沙公关单位的组织架构将进行一些重组。 她说,这种方法包括增加新的部门, 预计将加强刷公关单位在更有效和更准确的传递性西方面的作用。 她是昨天在古境举行的2024年 沙公关单位感谢宴上发表上述言论。 她补充,这一个战略是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旨在加强沙公关单位作为沙拉越政府与民众之间双向沟通的主要平台。 她也说,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缩小沙拉越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理解差距。 我们要努力更加努力。 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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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努力更加努力。 我们要努力这样的跟网质公关单位。 我们要努力更做了解离双 language 我们要努力住着关系。 此外,当晚还表彰了沙公关单位在2024年全年所取得的成就 包括成功管理96%的预算,制作了1259个信息图表 以及实施32个直播活动 他说在媒体管理方面,沙公关单位已开展463项 涉及地方和全国媒体组织战略合作的活动 这项努力证明了沙公关单位继续加强与媒体关系的承诺 在感谢宴上,一共有14名沙公关单位职员 因他们在2023年全年的出色工作表现获得杰出服务奖 接下来,沙拉越公关单位也就是UKAS 在2024年继续在多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 包括在媒体管理、推广项目和社区参与等 沙公关单位总监山姆新门表示 截至今年10月,沙公关单位已经发布了18359则新闻 其中TikTok平台的浏览量达到1080万次 而沙公关单位脸书的访问量达到270万次 拥有243738名关注者 他说其他成就包括制作了1259张信息图表和32场直播活动 此外他也表示,发布的预告视频点击量达230万次 置入多达37个广告牌,同时举办16场培训课程 他进一步表示,在文档方面,沙公关单位收集了3448份新闻简报 制作了195个视频剪辑,并管理了1584个相关问题 他说其他重要活动还包括18场的Juranda会议和34次现场报道 在媒体管理方面,他表示,沙公关单位开展了463项涉及媒体的活动 证明他们在加强于本地和全国媒体组织战略关系方面的承诺 他在昨天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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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社交通 他是在昨天举行的2024年沙公关单位感谢宴上致欢迎此时这么说 仪式是由沙拉越总理属副部长拿督阿多拉塞多主持 在同一个仪式上,还庆祝2023年杰出服务奖的获得者 以表彰他们对沙公关单位所做出的贡献 这还包括了2024年第21届沙拉越马运会所举行的摄影和写作比赛 摄影类别的获奖者是莫哈默拉伊斯 亚军士莫哈默法杜拉以及继军的得奖者是莫哈默纳哈里 写作类别的冠军则由安纳斯多德 亚军士祖彼得以及继军士莫哈默罗吉 这两个类别的得奖者都获得证书和现金奖品 新闻结束前,一起来观看昨天晚上在古近婆罗州会展中心所举行的 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沙拉越峰会晚宴 感谢收看,欢迎浏览UKAS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 同时也关注UKAS的官网 UKAS.sarawa.gov.my和订阅UKAS YouTube 以掌握更多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U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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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UKAS